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站上了 11月11号的缺口也站上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赢过韩国的话 观众朋友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的季线在14033点 距离今天收盘还好遥远 对不对 那我们一观一观来看 那这个缺口我认为终究是会来回补的 11月11号的缺口 你各位可以记一下 就是13394点到13684点 这个缺口是会回补的 那我也希望会到13928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其实亚洲股市你已经看到了 韩国已经到季线了 事实上如果你去看道琼的话 我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各位讲 来道琼看一下 道琼它现在的位置 它是在年线到半年线之间 它老早就已经站上季线了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我们比照道琼的话 我看不到年线 这里看不到年线 你最多只看到半年线 也就是我们如果比照道琼的话 半年线位置是在14683 这好遥远好遥远 对不对 道琼是在半年线到年线之间 所以我说我们机会非常大 当然最近观众朋友们 我下的标题已经下得好清楚 好想赢韩国 那我在节目中就讲 韩国古时候叫什么 叫高丽 我自从跟各位讲 好想赢韩国 有些人就知道了 我已经跟你暗示明示 高丽今天又涨定 所以做股票本来就叫 我们要有一个希望 你要有希望 你有一个梦想以后 你去达成了你就会很开心 你就会很开心 来 还没加入我YouTube的 我每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就请各位加入我的YouTube 我的LINE 也请你扫描一下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不用客气 你在LINE上面 你都可以把你股票上的问题 可以 也不要说问我 就大家交学相涨 我服务人员第一时间看到 我就马上会答复各位 我最近是不是一直跟各位讲 便宜的时候才有机会增值 大家还是保有梦想 对不对 其实我这样跟各位讲 你看到三档股票在涨的时候 你心里就应该要知道说 回来了 大人回来了 来 看一下 我最近是不是有个论点 我说没有人规定 来 请看一下这几档股票 你要是传统的想法说 在这里年限有压 半年限有压 季限有压 我们碰到这个我们就停 我请问你那创意 他有碰到季限 他就不上了吗 各位观众朋友们 之前不是有人讲说 碰到季限不会过 那为什么他会过 那金星科 为什么碰到季限 一样会过 观众朋友们 你自己看 我把箭头放在这里 为什么碰到季限 他会继续创高 那今天同样的 事情可不可以来到季限 你看他会不会过 所以 不是说来到季限就不会过 就是因为要有很多指标股 来到季限要过 我们大盘以后 才有机会来到季限 对不对 要有气魄一点 你帮忙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联电 他今天是不是站上了季限 如果照你们传统的讲法说 这里站上了 这里 这里 这季限不会过 那你今天有没有看到50周 已经黄金交叉了 我都是视线预言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说 联电一旦上50周以上 勾上来的话会更强 来 我们直接看 我话不多说 机会要转换成行动 你机会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行动 你有行动才会转换成财富 来 直接看 这叫联电 你看一下联电 我当时跟你讲35块2 对不对 你们不相信 那维吾文在这一天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我说50周以上 只要勾上来会很强 观众朋友 我不是今天讲的 我只是跟你讲说 做股票你要有想法 很多人看到死亡交叉 这就觉得不对了 我为什么会独排综艺 说50周以上黄金交叉 它会变超强的 对不对 同样的画面先不要照我 你看一下 来 请看 它有没有50周以上 变得很强了 有没有 是不是 那我什么时候 跟各位报告的 有没有看到 有 一般人会跟你讲说 这里死亡交叉 往下 联电不要买 我 超越巅峰 最正统的技术分析跟你讲 不是这样子看 因为我懂 好不好 我知道它会这样子往上勾 所以你今天看到联电站上的季线 恭喜各位 很棒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 今天联电来到了十十块两毛 非常棒 已经站上季线了 那这一档是上礼拜一 我们把它盖起来 后来给各位看是红宝 红宝 你看看 我说股价创低 又是黄金加叉往上 你看看 它也不漏气 其实红宝上礼拜五的时候 震荡很激烈 今天又在创高 今天又在创高 你看一下五二五八的红宝 我跟各位报告完以后 你自己看看有几根红K棒 你自己看 几根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五根 每天都红K棒 那现在来到季线 现在来到季 有人规定说季线不会过吗 觀眾朋友们 我讲慢一点你就晓得了 我选股功力怎么样 我这是明讲的 洪宝我是明讲的 为什么 我说它机会很大 来 我们一样看基本面 我们反推一下 我当时是不是有讲 我说它第二季赚了1.64 那第三季多了26% 你用1.26去乘1.64 你会得到一个答案 接近两块钱 那时候才五十几块而已 股票就是这样做的 1.1滴这样做的 你要会做的话 基本上很开心嘛 每一档股票 对不对 都上来了 那这档金居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居 这是一个WD 公季线 如果照很多分析师 最近跟各位的讲法 就是说 你跌破季线 有反 南道季线 要出一趟 因为季线有反压 我跟你讲 那个是不会做的 真正有气势的股票 它根本不管你 那个季线是不是反压 要公就是公 那叫筹码 来 我们看一下 它在礼拜一的 上礼拜一是不是用跳功的时候 直接回车季线 从季线这里开始上公 来 我们就看下去吧 是不是拉涨停 再创新高 那今天来到52块1 我跟各位报告这段期间 它整整涨了将近30% 卷值比也来到26.9%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线性图 你看到吗 这就看得很清楚 从电脑画面图 你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为什么要跟你讲 来到季线它不会过 你要听听看 它打完底部形态 难道不能够来到季线 能够继续攻吗 所以谁的技术分析是比较强的 因为它叠式的末端 你要想到它已经叠了 已经被压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所以弹的力道会很大 你看它不仅过了季线 还过了半年线 这力道有多大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 所以我最近一直跟各位呼喊说 希望要无穷 要拼速度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拼速度 我们广告时段有电话 你可以来找我 我教你用最快速度 去找到这种股票 真的 现在是拼速度的 当你们一直觉得不会涨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跟你讲要做股票了 我知道之前不好做 那也没办法 从九月底一直到十月都不好做 我当时会跟各位讲那股票 讲来讲去去那几档你也知道 可是可以开始做股票的时候 你看这速度有多快 你要跟得上我的节奏 我们再来看 这档是不是信州 一样 我说这数学大家 你慢慢都会了解说 其实你不用等月息公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是讲什么 我说他单季就已经赚了0.46 那七月就赚了0.19 八月比七月好 九月比八月好 租了一个W底形态 来量缩回车景线 我说跟友达来比 友达赔那么多钱 股价都18块 你觉得他有道理吗 我告诉观众朋友们 老天爷是疼惜 我们那些做功课的人 他一公布业绩出来 第二季赚了0.6 你自己看 其实做股票就算1.1滴的 对不对 我跟你报告完了 礼拜四礼拜五 今天又差了11.5% 对不对 你干嘛等他公布呢 你看我节目 我已经算给你看 对不对 我已经算给你看 是不是 所以希望无穷 要拼速度 希望无穷真的要拼速度 来我们 我们一样再看一下 你看一下 3047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对不对 一样他今天来到季县 所以观众朋友们 做股票 没有人规定 来到季县 就一定要休息 没有人就规定 没有人规定 所以说来到季县就要休息 那至于下一个阶段 你就可以看到 好想羊口的高力要出现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婷娟 谢谢 好 那么更多的操作 各位建议廣会来去再请陀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超越巅峰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陀老师 每日一致 那个韩国古时候叫曹仙 又叫高丽 所以来一下 我们八月份开始 那时候做高丽 一直说高丽会续强 来看一下 就看下去 当时是因为 它跟Blue Energy的整个关系 这除能的 对不对 所以 包含这个跳空过景线 这个你要学会 跳空过景线 是一个买点 我们也有跟各位报告 你看那时候在七八十块 好想赢韩国 对不对 第一波涨到124块 我跟各位讲说 短线你不要再追了 但是在 八月份一整个月 高丽涨了73% 我也很想再回到 以前那个时候 不过股票是这样 日积月累 拉回来把他做 来 他八月份的时候 是73% 当时那时候 耿鼎也蛮厉害的 然后这是十月份 渡过了 十月份 其实高丽有一波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107块 这里可以开始做 然后又涨停板 又涨停板 上来以后 我跟各位讲 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 但是你不能做放空 我讲得有过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学过的技术分析 叫做 1比1的最小满足测幅到了 它会停一下 最小满足测幅 不代表它不会过 而且各位你要留意到 你待会会学到一个很正统的技术分析 叫做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我待会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 你看 我们最近是不是又跟各位讲 他回撤季限是一个买点 又开始攻了 我是不是好想赢韩国叫高丽 我这样讲好 你之前都没有听过 那你最起码礼拜五有听我讲吧 我跟你讲好想赢韩国 韩国以前叫高丽 我说我做节目做到这样子 我不是跟你们要报名牌 但是我要让你记忆深刻 为什么我要印韩国 有两个意义在 一个是韩国已经到季限 我希望我们 台湾股市可以到季限 第二个韩国 古时候叫做高丽 观众朋友们 你看看高丽今天怎么样 又涨零 这就叫做技术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很正统的 技术分析 来 我们看一下 你把它记一下 我不是要教各位 这个当然它卷制比很高 你从月K线看 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来看月K线 其实日线上也很棒 他每次回来黄金交叉 碰到季限一波 黄金交叉一波 我们看月K线 我底下放量能 你就晓得了 你看上个月是不是来到高点 一百四十三 那当时的量是不是那么大 那量跟价会不会同时到底 不会 正统的技术分析是 我有那么高的价 我有那么高的量 它不会同时到 一定还会再交代一次 所以你看 今天是不是过了前高 过前高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自高利上市以来 你每一个人买高利的都赚钱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 所以 藉由这技术分析 当然各位也学到 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那同样的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你看到高利 你是不是觉得希望无穷 是不是要拼速度 它很快 那么快的速度 从来到季限 其实季限本来就生命限 我才会讲说 你如果学到最正统的技术分析的话 好 来 你看是不是它上次 你看几天回测期间 一天 两天 三天回测完 你再不买 对不起 我就长给你看 有没有 所以这种股票不能空它 它是筹码太集中了 筹码太集中了 你可以不买它 但是我请观众朋友们 你不要看它不顺眼去空它 你可以不买 我善尽我的义务了 几次的买点我都有跟各位讲 包含这一次 我也用暗示心的跟各位讲 好想赢安国就是高利 好想赢国就是高利 从季限上上来也涨了40% 所以我跟各位讲 希望无穷 要拼速度 我们再来看 其实我有很多股票 虽然我一开始会盖 而后都会让各位看得很清楚 像这是上10月27日 那当时我说这是一个三重底的一档股票 是臂涨股 那我后来我也公布给各位看了 它就叫技嘉 然后在上一样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我说这要喷了 因为这种比较大型的股票 它会慢一点 但是为什么我这边我很有把握 因为它已经来到警线的位置了 我们看要喷的位置是94块8那一天 94块8 我说要喷了 我说要喷了 观众朋友 它有没有喷给你看 你看 当然这个 这个它额后 我跟你讲 我们是先买 它后面跟你讲基本面 坦白讲 我真的不知道它第四季不错了 但是技术分析已经告诉你 还真的不错了 好不好 所以 我们知道怎么去卡位的 而后 你看到外资又来买 你就会相得益张觉得 还不错 对不对 外资连续两天买仓 然后外资 投信继续买 投信连续两天买仓 今天来到103块5毛 从我跟各位报告 93块钱 到今天也11.3%了 这就是一个抢速度 我也跟各位讲说 我有好多 我最起码 司机党 都在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 月积好的 我最近是不是跟各位讲说 你要做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不要去买那种 利空不跌的股票 你要真正要买的是 我有月积 我打完底部了 我开始会涨的 你看人家一一都 都浮现出来了 对不对 你看到金居也好 对不对 你看到了这个 我跟各位讲的高利也好 我跟各位讲的迅州也好 跟各位讲的技嘉 我没有让各位失望 他反正在底部的股票 当他有业绩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怎么样 就跟各位拼速度了嘛 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很快速的 去找到好的股票 再用最快速度 往上涨的 你来找我 你来找我 我们有服务专线 你来找我 这个很清楚的 来 我们看一下 所以你比较一下 有比较你才会知道说 你收看超越巅峰 你只收看喔 我跟你讲的股票 你最近看一看 涨了多少 你只收看喔 你看大型股和小型股 谁比较强 我们用图表告诉你们 你们熟悉的中刚 鸿海 长龙 广达 从第四季初 也就是 我们所谓第四季 就是十月这边开始 它几乎都没有涨 这些股票 可是你看电视 我讲到的 这个高利 回撤季仙104块 到本坡的高点 又涨了40% 我没有加上 我们八月份的73% 还有十月份 涨了三十几% 我都没有跟你算 我只是算说 最近有跟你提到的 你看京剧 我电视上跟你讲的价位 是从回撤半年线 到今天高点 涨了快三成 季佳 从跟各位讲说 它是一个头肩底型 也可以叫三重底型 从93块 涨到今天103.5% 涨了11.3% 迅州 从回撤景线 我跟各位算说 0.46% 有可能第二季会算 0.6% 你也看到了 涨了11.5% 这还不包括什么 这还不包括红宝 我们不用把红宝加进来 我没有加进来 因为我今天作业时间来不及 红宝是在今天 今天这个收盘前 又创了近期的高点 这个也都是直接 跟各位 直接有跟贵民讲的 你看红宝又创了近期的一个高点 你看 我给各位看一下 把5258的红宝来看一下 对不对 又创了近期的一个高点 是不是 一样 我们跟各位讲 像长了几根红黑板 我没有加红宝 我如果再加红宝 就加个12%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其实这个行情很简单 你就心里给自己一个激励 韩国呢 为什么我们不行 我们跟韩国都一样 是以电子出口为导向的 我们会比韩国差吗 不会 你试想 其实韩国最近也是多事之秋 你看之前那个践踏人的事件 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而后又看到北韩 北韩军机又往上 一百多架这样飞 又发射飞弹 然后前几天周末的时候 你看韩国的火车又翻了 他们那么多事情的情况下 他们都还可以站上纪线 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当然可以 所以我最近跟各位讲 做过来一个方法 你记好 没有人规定说纪线 碰到了就一定要退缩 如果退缩了我要请问你 我们加权指数 我们怎么有办法攻到纪线 所以从今天连店的例子 还有今天我们看到 好多我跟各位介绍的股票 都是一口气冲上纪线来看的话 观众朋友们 你一定要有希望 你这个希望无穷 未来要拼速度 你不知道怎么拼速度的 来找我 服务专线来找我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来 我们的来宾的分析 要听观众朋友们 跟公司一所推荐分析 具有个表较证券 我们当时是财务利益关系 本次公司到几种参考 投资人家独立片段 呈现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进行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